各位社友大家好 我的C11已经更换了最新版本的减震器 那么今天就来测试一下它的一些表现 那么在测试之前我们要明确一下 不管是之前的减震器还是现在的减震器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液压减震器配合普通的弹簧 既没有CDC那种一秒钟可以调节几百次阻尼的能力 也没有空气弹簧那种可以调节刚度的能力 所以它就是用一个标准答案来应对所有的路况 它只能覆盖其中很多场景 那必然有一些场景是有缺湿的 那么老款的这个方案的缺陷是在哪里呢 它为了追求舒适性 把初段几个厘米的这个减震的硬度调得特别软 那么就在一些极端功况下 它行驶起来就会比较晃 在这种高速过沟过坑的时候呢 后面的多余的回弹就比较多 这个版本呢就是加强了初段的这个硬度 当然了我们来开起来测一下这个情况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走S型 可以看到这个侧向支撑是到位的 其实老款的侧向支撑也是到位的 只不过是它这个支撑主要来自于后段 那么跟友商的这个同样中型 这过个坑试一下 效果很好 其实跟友商同样的中型的E5这款SUV来比呢 那个车型跟它的调教方案完全是反的 就是初段特别硬 后段呢就特别软 如果出现这种绕S的时候呢 它那车直接就有想侧翻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在支撑性这个问题上 不管是老款的方案还是新款的方案 其实都是到位的 现在这个路呢是比较烂的 就是工地前面的水泥路 水泥路本身路灶阻力 以及这个起伏程度都是要比摆油路差很多的 但是它应付的油润有余 前面看减速带 过一下单边过减速带 以及这个 其实我整个过程中啊 都是单手在操控的 操控起来非常灵活 这个前双叉臂后多两杆的这个悬挂的 操控性一直是都在位的 哪怕之前那个 出的爱来看这个烂路 上一下这个烂的碎裂路 照样单手操控起来没有困难 舒适性比以前 我觉得它反而是提升了不少 过的这个勾勾凯凯也是比较多的 前面这是一个小的勾 基本上感觉不到任何多余的回弹 整体是比较干脆绿绿的 哎呀这里又是压烂的一个坑 这个状态一直不错 前面这辆车有点阻碍 那么我也是找了一段路况比较差的 摆油路 那么来试一下它的操控性啊 还是一只手在操控 这个操控性其实整个411 无论是老款的 这里有一个坑 哎过得很轻松 不管是怎么样 都不会出现跟手争夺方向盘的这种情况 这个路况是真的是比较差 因为前面也看到了 大量的货车都把这个路已经压得不像样子了 整个不管是上一个悬挂 还是这个悬挂 其实车子的操控性一直都是在线的 我从来没发生过 在这种比较烂的路上 行驶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 哎这儿进个大坑 轻轻松松就过来 也没有出现争夺方向盘的问题 整个悬挂回弹是很干脆利落的 没有任何多余的回弹 这个版本比上一个版本真的是 有很大的进步 在这种场景下 还是过一个井盖坑 还是很轻松 整个过程中路况和车流量都比较复杂 整个单手操作还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不会担心悬挂突然表现不给力 跟我争夺方向盘那种感觉 就出不来的 哎这又过一个坑 状态很好 前面一个路 来过个井盖 很干脆利落 这个整个底盘的反馈 这个路面就有点像一个多层路了 就很少有这种测试场地能模拟出这样的情况 整个路面分了几次铺 不装沥清而且是一种流水状的状态 没有什么规律 这个在这个整个悬挂跳动频率不是很一致的情况下 它整个拿捏的还不错 操控性和驾驶到去都有了 南面是看这个路 这儿又一个烂坑 过一下 这左侧正在修路 就可以知道这个路况 很差 很差 所以说这儿 这下一个断裂钩 全程一直都是一只手在操控方向盘 操控起来 这个路况更烂 前面这种 拉土车是本身就是开的比较野的状态 我一直紧跟着它们跑 全程无压力 这段路况的状况就比较好了 所以总结一下 这个新的悬挂 运动性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保持了老款悬挂 这个中末段支撑力到位的情况 操控性一直在位 单手操作毫无压力 这个还是挺好的 当然说了 这个版本我一直都说 它是用一个标准答案应在所有的路况 那么有所得必有所失 它现在的一个缺陷 一个就是在刚才那种像交叉下的时候 腰部的这种感不适感 还是有点明显的 另外就是在特定频率上面 会产生多余的一些细碎的震动 过滤就不如之前那么好 当然这就是 还是那句话 用一套标准答案去应对所有的场景 它必然有所得有所失 只不过你不回去取舍的问题 那么这次的整个新款的这个悬挂的一个测试就到这了 那么尾部呢放一段关于下上次OT 可以以后LC飞新表现的彩蛋吧 之前进这个弯呢 去齿感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降速特别厉害 这种弯道的限速大概是60左右 它之前入这种弯的话 大概降速要降到45到50之间 现在已经正式入弯了 这个弯的区域还是比较大的 而连续的时间比较长 现在的车速大概是在59到60之间 这个速度还是跟焦灰基本吻合的 这个过程中车流量也还可以 右侧前面是一个车子要卡在印记了 并没有受到这辆车辆的干扰 成功的已经弯了 现在进入一个比较平直的阶段 前面会再次进入一个左侧反向路 左侧的90度弯 也就是说在这一个弯道里面 将会连续体验到向右90度 向左90度 检测一下它过弯的这种能力边界的情况 那在左侧有车 其实之前的版本的话 如果进这种弯左侧右侧有车的话 我心里是比较打鼓的 因为它对于这个过弯过程中的区中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但现在这个版的话我基本上是比较放心的 现在已经马上就要出弯了 正式进入 好 已经马上出弯 进入这个状态了 很好